大家好,我是小贺 在上个视频呢,咱们一起看了博物馆中的马蹄巾和这个五珠钱 这个视频,咱们继续探访这座千年大墓 现在呢,就是来到了刘鹤的墓园 大家看我身后这个围起来的区域啊 就是刘鹤的地宫的所在位置 也就是说海恒猴挖掘现场啊 就是我身后这个区域 那么在这个墓园里啊 有很多像我旁边这样的小的风土堆 这个小土堆呢,就是刘鹤墓园里的陪葬墓 无论是这个西汉诸狐王的陵园 还是猎猴墓的墓园 他们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就是主墓的周围啊,是有陪葬墓的 海恒猴厚墓园内一共是发现了九座墓 其中一号墓的墓主人就是刘鹤 这二号墓的墓主人呢,就是刘鹤的夫人 其他七座墓都是副葬墓 这些副葬墓分别是在刘鹤墓的东和北两个方向 刘鹤墓园确定啊 西汉猎猴墓中附葬墓存在了一个实例 也是主墓和这个附葬墓都在一个墓园内的实例 现在咱们看到蓝色棚子的建筑 这下边就是刘鹤的千年大墓 一说到海恒墓呢 我相信大家都会想到非常奢华的陪葬品 尤其是那些马蹄筋 对于这座大墓的筹名,肯定就是出土的大量的黄金 比如金板、金饼、还有著名的马蹄筋 当打开刘鹤内观的时候,在场的人真是大吃一惊 因为这个内观经过了两千多年,居然保存完好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 就是当时刘鹤内观打开的样子 大家看周围这边上勾的这个白线 这是一个人的样子,他就是刘鹤的遗骸 当时打开这个内观以后 刘鹤遗骸上发现了七枚玉壁 分别是覆盖于牧主人的面部、口部、胸部、腹部和这个裆部 其中当时这面部的玉壁是被镶嵌在漆壳上 十分的罕见 更让人吃惊的还在后边 这牧主人刘鹤居然躺在金饼上 在他的遗骸下边发现了一百枚的金饼 也就是说刘鹤死后居然是躺在金饼上入殓 真是相当的奢侈了 但是由于这个时间过了两千多年 这牧中刘鹤的尸骨他没有完整的保留下来 已经变成了粉末状了 当说到这座千年古墓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肯定会好奇 这座两千多年的大墓为什么安然无恙 而且还是有风土的情况下 其实这座墓在五代时期就已经被光顾了 当时打穿了墓室的西围角的伊斯库 但是这些盗墓贼没有进入主墓室 而且这个刘鹤的棺果他没在正中的位置 他居然是在主墓室的东北角 这也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两千多年这座汉废帝刘鹤的墓 基本上是完好无损 绝对是一个奇迹 在当时打开内观以后发现了一枚玉印 这个玉印上面刻着两个字 这上面写的是刘鹤 所以当时就确定了墓主人就是海魂猴刘鹤 这个刘鹤的身份也是非常尊贵 他的爷爷就是大名鼎鼎的汉武帝刘鹤 他的奶奶就是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 在之前他也是汉朝的皇帝 但是他是一位没有传位诏书的皇帝 这个刘鹤的老爸叫做刘伯 这个人的能力不是特别强 当时这个李夫人去世以后 刘伯后来去了他的封地成为了昌义王 他老爸死后刘鹤继承了昌义王 后来一个天大的机会来了 汉昭帝刘鹤驾崩 这位皇帝他是没有孩子的 这个时候全纯霍光 也就是霍去兵的弟弟 开始聘请刘鹤过来就职 这个职位就是大汉的皇帝 总之这个霍光想让刘鹤当皇帝 就是为了想控制他 说白了就是霍光还是不想放权 这个刘鹤当时听到消息以后 是非常的高兴 快马加鞭去长安救治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 自个当了27天的皇帝 居然让大臣给辞退了 对于刘鹤来说 这绝对是奇迟大弱 大家完全可以想象出来 这刘鹤走出皇宫那一刻的心情 在刘鹤当皇帝的27天里 他给自个的亲信亲友 都是加官封赏 这唯独没有霍光 当时霍光让他当皇帝 是为了能更好的控制他 说白了就是让他做一位傀儡皇帝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他找到了一个真正想做皇帝的人 根据这个汉书的记载 说刘鹤在位27天就干了1127件的荒唐事 也就是说他平均一天干40件 要是根据这个记载来看 刘鹤呢每天是不能睡觉 天天得想着做什么坏事 刘鹤确实张狂过 年纪轻轻摆检了一个皇帝位 稍微有点飘 前期这种表现是非常正常 但是有些不值一提的小事都给算上 这个是有点过了 在刘鹤这座地宫里发现了大量的书籍 光逐检就有5300多枚 这些书籍里边包括了汉卫时期 早已经失传的奇轮语 在刘鹤的墓中没有出现太多的吃喝玩乐的东西 除了出土大量的钱币和黄金之外 还出土了许多珍贵的书籍 比如奇轮语 还有我国发现最早的孔子画像 这就说明刘鹤还是一个文化人 尤其经过了废帝事件之后 这刘鹤其实也成熟了很多 我相信大家感兴趣的肯定是最早的孔子画像 在刚出土的时候 这面刻有孔子和弟子生平画像的文物 认为是一面屏风 但是后来不断的研究发现 这不是屏风 而是一面青铜的穿衣镜 现在咱们看到的就是 我国发现最早的孔子画像 最上方左侧黄色长袍的就是孔子 旁边这个黑色长袍的就是炎灰 从这个画像上就可以看出 孔子的形象和咱们平时看到的样子 是完全不一样的 说完这个孔子画像 咱们继续讲回刘鹤 当时刘鹤被废以后 汉宣帝继位 这就是刘炳仪 这位皇帝是相当的能人 刘鹤返回昌义国以后 一件更悲催的事发生了 朝廷开始宣布废除昌义国 这个级别给它降低了 而且汉宣帝继位以后 还是防着前任皇帝 也就是刘鹤 开始下令秘密的让当地人监视刘鹤的生活 说白了就是把刘鹤给软禁了 在公元前63年 这个庶人刘鹤已经过了十年被人监视的生活 在这一刻 汉宣帝刘鹤已经放下了戒备之心 封他为海昏侯 刘鹤这一生一共是有四种身份 分别是诸侯王、皇帝、庶人和这个猎猴 在公元前59年 大起大落的刘鹤去世 年姐34岁